这群干部花天酒地 吃喝嫖赌 不料被都查逮个正阵 正把书记马其名气的事火冒三丈 我都替你们拿过 真该让你们照个镜子看了自己的脸 在座子有些人 还是先进工作者 不先进到什么地方 马其名拿出一答问卷 分发下去 叫他们做深刻的检讨 写清楚犯了什么错误 犯了几次 这么做到底值不值 这么做到底对得起谁 而且是最后一栏 必须保证所填内容句句属实 拿什么来保证 这些要求看似简单 但对于贪官们来说 简直就是在杀人诛心 这次是死定了 说啥呢 我问你怎么填 我这怎么填 问卷收上来 大部分人都没填最后一栏 马其名并没有抓住这件事不放 而是决定有个单位领导自行处理 另一边 汤平为了丈夫的局长位子 来到景山宴庆地区的公安局长邱振华 等了半天 也不见邱局长的人影 等到的电话却告诉他 吴达公当局长的事 恐怕要放一放了 汤平听到这个消息 直接摊坐在椅子上 吴达公的局长色是泡汤了 而逃过一劫的潘财章 找到童柏山抱怨 他猜测是吴达公知情不报 故意联合马其名证他 那你错怪了吴达公 你们两个互相不服气 这我知道 但他还不至于拿自己局长的前程 做代价来证你吧 解释完以后 第二天一早 童柏山找到孙市长 送上一块名表 想打他一番口风 不料孙市长竟一口回绝了他的好意 并开门见山告诉他 吴达公的公安局长人选 肯定是被地区公安局否定了 只能怪谁啊 只能怪他自己 孙市长恼羞成怒 当初为了帮吴达公当上局长 自己差点跟马其名次破裂 吴达公可倒好 在这阶部眼上 不仅不约束部下 还任由他们胡来 孙市长话里有话 意思是吴达公并不可靠 并劝同百姓管好自己的企业 不要再闲吃萝卜丹操心 我劝你啊 还是管好自己的企业 管的太多了 扔闹了马其名 也是不想的麻烦 另一边 吴达公得知 安涛被放了出来 他立马吩咐胡权力 叫来安涛了解情况 你给我闭嘴 你搂着小姐叔父那会儿 想他吃肉了吗 得知局长位子就要泡汤 吴达公瞬间慌了 他立马安排饭局 找到当事人安涛 询问他到底怎么得罪了马其名 那天童小牛 砸气小飞他们家那个店的时候 是我出的家 我没处理我就走了 是不是马其名知道这件事了 这话一出 吴达公彻底火了 你可把我害苦了 这么大的事 你居然瞒着我 不是您说的吗 你碰见童小牛躲在远远的吗 那事后你也给我打个招呼啊 安涛刚受了一肚子气 回来又挨骂 自然心里不舒服 就跟吴达公抱怨 有童小牛这样的人在世上 真是我们当警察的吃肉 你给我闭嘴 吃肉呢 你了我这小姐叔父那会儿 想他吃肉了吗 可是我现在觉得可耻 那我就撤你的职 撤吧 我这个所长干得出我呢 你这个白眼狼 两人大吵了一架 安涛窝找火离开 直接找到了马其名主动承认错误 并打算辞去所长的职务 请求马其名再给他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 让我从一名普通干警开始做起 我一定会好好干 做一名合格的人民警察 你有这个态度很好 这是改正错误的基础 但我希望你不仅仅停留在口头表态上 吴达公平白遭连累 心里自然也不舒服 可他现在最担心的是 马其名会以此事为借口 重新彻查陶氏一案 于是就找到马其名探探口风 马其名直言 他升任局长的提议被否决了 吴达公十分坦然地表示 自己依旧会坚持如意地工作下去 我最近就听到了一些谣言 说是你反对我当局长 所以借这次督查行动整我 一听这话 马其名也明白他的意思 这些谣言编的也太离谱了 这次行动并不是针对林河一个地方 是全地区的统一行动 这次林河公安局所暴露出来的问题 我们一定要正视 不要怪别人 也不要觉得明确 几句话就打消了吴达公的疑虑 另一边 潘财障被叫到佟伯山家中 佟伯山拉起了皮条 原来彭总的七知名叫刘栋 也为强奸罪被判入狱 听说潘财障有门路能将人弄出来 前两天就将人转到了 他所管理的林河看守所 就想着托潘财障把人弄出来 安财障一听 也摆起了架子 表示这事说起来容易 可冒的风险却不小 好多渠道都要打通 彭总也是明白人 瞄懂潘财障的意思 直接拿出一个包递给了他 彭总走后 潘财障还是很为难的样子 向佟伯山诉起苦来 童百山却是直接把包塞到他怀里 尽力 尽力